这位老奶奶已经在这连续站了三个月 每次只要是光头医生做诊 都会前来 而且是指挂号不看病 还不时地夸赞医生 光头医生看到这个熟悉的人影后头疼不已 一般人都以为他是看上了这位医生 但这一切都是为了他的孙子 沉沉一岁半 患有严重的蓝尾炎 手术后出现并发症肠梗阻 不久光头医生主导了第二次手术 但孩子体内粘连严重 还需要第三次手术 可手术被排到了三个月以后 奶奶为了跟医生打好关系 每次光头医生出诊都会前来 既不打扰医生也不打扰患者 往往一站就是一上午 只有患者走完后 奶奶才会上街询问 恳学一点的时候 就同样的问题的话 反复地问 光头医生虽然心里不耐烦 但依旧耐心地解答 同时也被奶奶对孙子的爱所折服 只是这个方式让她有点哭笑不得 我说你不要每个星期都来 我一直在这个医院上买的 我又不会跑 奶奶的付出也得到了回报 手术得到了提前 在手术前光头医生找到家长谈话 没想到看到两个令她意外的人 你老天天都在这场 我只能说作为母亲 我心里很心寒 这是一位儿媳妇对婆婆所说的话 孩子在里面做手术 妈妈却指责起了婆婆 要知道孩子生病的三个月内 经历了两次手术 夫妻俩没来过一次 都是婆婆忙前忙后 手术前一个小时光头医生前来谈话 发现孩子身边多了两个陌生人 其中一个甚至睡到了孩子床上 面对医生的疑惑 两人才表示是孩子的爸妈 可面对医生的突然到来 仿佛打扰了妈妈的好梦 显得异常疲惫和不耐烦 当光头医生问到 为什么现在才来时 爸爸只是淡淡地解释到工作很忙 显然这样生硬的解释没有过关 我当时觉得 这个小孩子的父母亲的话 确实有点不负责任 在签完手术同意书后 手术开始了 门外奶奶显得十分焦虑 爸爸和妈妈却看起来十分淡漠 奶奶不停地祈祷 反倒引起了儿媳妇的不满 就发生了开头的一幕 到底是什么让她心寒 原来孩子得这个病 因为婆婆为孩子吃饭不注意卫生 尽管儿媳妇一再强调 婆婆并没有听进去 婆婆听着媳妇的埋怨并没有答话 看到这事我不禁想问一下 带孩子是婆婆的责任吗 既然婆婆带得不好 为什么不自己带 手术室内 紧张的手术终于完成 光头医生轻轻地拍了一下 昏迷中的孩子说道 手术已经做完了 以后好好消灭的奶奶 奶奶的付出感动了医生 却没有感动儿媳妇 光头医生再也忍不住了 单独把妈妈叫了进去 她把奶奶这三个月 所有的付出都一一讲给了妈妈听 我确确实实感受的了 你这个婆婆是个非常优秀的婆婆 能够成很细维的灯组 人业女 还有她的这种表现 主意 这个奶奶真的是非常非常爱你的小孩 听到婆婆任劳任怨的付出 妈妈羞愧地低下了头 说出了一直没有陪护的原因 我自己也是作为医务的人 我们就是说 现在到晚业班的人数少 所以说像我们 我基本上都是只有出班 自己攒来家才能过来 光头医生已听是同行 心里咯噔一下 自己恐怕冤枉了这个妈妈 果然这位妈妈是一名护士 因为处于贫困曲线 医院人束手 请不了假 只有不停到倒班换班才能攒到假 这次为了来陪儿子 她已经连续上了七天的夜班 再加上为孩子的事情焦虑 已经好久没有合过眼了 我刚刚我看到我再好一些的时候 我就 我头好痛啊 这位妈妈是一名护士 因为工作的关系 孩子生病三个月 经历两次手术 都没有陪伴过一次 此刻的她非常愧疚 看到孩子恢复好一些了 紧绷的神经才放松 可多天来为了能陪孩子 工作压力和失眠导致的 委屈和头疼一下子爆发 再也忍不住了 一旁的光头医生听后 眼泪也止不住地打转 身为同行的她非常理解这种感受 为了治病救人 16年内她做了一万多台手术 就达一万台算 平均每天就是两台 还都是高强度的手术 她时常调侃自己的头发 都是这样掉霉的 工作的压力他们并不在乎 她只觉得这是她该做的 可同样他们也身为父母子女 当努力做好医生的角色时 却疏忽了家里人 两位都感同身受对方所受的苦 理解是最好的安慰 回到病房后的儿媳妇态度发生了转变 她轻声地叫妈妈回去休息 自己来照顾孩子 我媳妇上了七个晚上 一个礼盆的晚上 才腾下这个磁巾过来的 她每天上班的时候 头发都湿掉的 她也很辛苦 媳妇心疼婆婆的同时 婆婆也心疼着媳妇 这也是为什么婆婆面对儿媳妇的 指责没有争吵的原因 手术结束第三天后 小孩妈妈找到光头医生告别 光头医生很不解 孩子还有两三天就出院了 为什么这么急呢 孩子妈妈无奈地说了一句 我没有嫁了 需要赶忙回去上晚上的夜班 多加几个班 赶在孩子出院的时候 能囤点假出来 这就是身为医务人员的无奈 有你们在 我很放心真的 谢谢你啊 临心前妈妈回到病房抱了抱孩子 孩子知道她要走后 大哭起来 不知道哭了多久 孩子累得昏睡了过去 奶奶为了哄孩子 也累得满头大汗 但她还不能休息 病房里闷热 她不停地给孙子扇风 几天后孩子终于康复出院了 在此之前光头医生把奶奶请进了办公室 递给她一个黑袋子 原来之前奶奶每次去蹲点 都是为了载人走光后 给医生递上一包烟 开始医生还不要 可奶奶切而不舍的精神打动了她 为了让奶奶安心 暂时把烟保管了起来 治好后就把烟还了回去 对于医生来说 他们会竭尽全力治好每一个患者 虽然知道奶奶是好心 但这种行为以后千万别做了 对于医生的身份